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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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臭臭 趁正走 住近永久屋已經兩年多的時間 堆肥廠排泡的廢棄 不時會飄到永久屋的範圍內 居民已經無法再忍受 戴著口罩 慈白不調抗議 其實居民也沉向環保局提出申訴 工廠負責人也說有接到稽查 但是結果都是合乎標準 住戶與工廠各持立場 那麼這樣難聞的味道 到底是從何而來 環保局在接貨物台 還有三地門鄉公所的申訴 日前也派員前往長治百合永久屋 進行稽查 環保局表示 十月十五號的下午 以及十月二十五日的上午 都有前往稽查 並有聞臭屍進行官能測定 並沒有聞到任何的意味 還表示今年總共接貨了三次的檢舉 分別在六月 七月以及十月 接貨檢舉也都安排稽查 但是目前確實沒有發現 業者有不符合標準的情況 對於環保局的說法 居民很難接受 強調他們確實不時會聞到異味 在住家附近出現 環保局表示 如果民眾還是有疑慮或是相關問題 依然可以向環保局申訴 環保局還是會 徹查到底 記者Ry哥省屏東長治 採訪報導